大家好我是PanerBandard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記錄 來到2016年第29週 這個星期依然是有些... 主要是Steam售期間買了的遊戲 另外也有一隻是剛剛新買的 首先第一隻要說的是VictorRan 是在Steam售期間買的 買的主要原因是看過評價 很多人都當推出的時候 以為又是一隻好像Diablo的遊戲 之前也有一隻Van Helsing 也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大家都沒有什麼期望 但玩下去的評價也不錯 所以等到減價期間也買來試試 的確是一隻類似Diablo 可以說是45度角的RPG 但其實它的鏡頭角度是任你旋轉 所以也不一定是45度角 但跟Diablo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職業的 你玩來玩去都是用主角VectorRan 跟Van Helsing的另一隻手魔獵人一樣 他也是Vitch Hunter 某程度上稱之為 呂無獵人 或者無妖獵人 但跟Van Helsing又有些不同 至少跟第一代不同 我只是玩過第一代 Van Helsing那邊 Van Helsing裡面 你控制著主角Van Helsing 用來用去都是劍和槍 但在這遊戲裡面 你可以換不同的武器 有近戰有遠程 有刀劍劍劍劍 鎚仔 斜仔 斧頭 我已經有幾種不同的劍 跟換一下不同的武器 你的基本攻擊模式不同 你可以主動發動的攻擊技能 也會不同 比如槍 有招式就好像晒蛋式射出去 有招式好像一枝箭 射出遠距離的敵人 鎚子方面,如果換了鎚子,當然攻擊會比較慢 攻擊力會比較高,攻擊技能會很大力地踢到地上 所以隨著你轉換武器,你的戰鬥模式也會跟著轉變 除了跟著武器變的攻擊模式和技能之外 你也可以裝備一種叫做Demon Power 惡魔的能力 因為我們的主角Victor Ren其實是半人半魔 為什麼會這樣呢?暫時沒有解釋,像幽靈刺客的Blade一樣半人半殭屍之類 惡魔能力,你一路殺敵就會累積一行能源棒 總之充滿了可以用,但這行能源離開了戰鬥也會慢慢減回 所以離開了戰鬥太久就不能用這個惡魔技能 除了裝備之外,還有四個位置 我應該看到好像有四個位置 就是裝一些被動技能,裝一些卡片 這些被動技能就很容易理解的 加血,加近戰,加遠程 甚至有時候被人打中後會爆炸出來 自己挑選吧,同一時間最多只可以裝四個 這些卡片亦可以升級加強它的效果 隨著你一路玩遊戲下去 做得這個Victor當然就是打妖怪 也不只是打女巫 暫時打蜘蛛、骷髏骨等都很典型的 故事就說他來了這個城市 被妖怪入侵的城市 找一個舊朋友 因為舊朋友發訊息給他 這裡有你最尋找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我都不是玩了很多 所以劇情方面都不想太了解 但玩了這麼短時間 可以說的就是他的戰鬥方面 似乎比Diablo更加行基礎 因為他當然可以用按鈕來控制移動 但大家正在用的就是WASD控制移動 而且有一個閃避的按鈕 所以戰鬥的時候感覺上比較下手 而且每一個地圖會有目標給你做 除了你可能要通過皇家花園 就去到一個冒月的地方找人 但中途皇家花園已經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可以做 譬如叫你清掉所有蜘蛛的鬥 或者每一個地圖都有一些秘密的地方 如果你找到一個寶箱有特別多的錢 而入到冒月也有一些挑戰 我入到冒月也有一個就是要我殺70 好像75還是90的敵人 而不要受到傷害 如果全部都是骷髏骨 但最糟糕裡面有些亡靈的東西 就有一招攻擊突然遠距離衝過來 如果你稍微不留神 或者一隻在畫面以外衝過來 你沒有留意到攻擊前的效果顯示 如果有些地方撞中了 你這個挑戰就會失敗了 而又要整個地圖 從頭到頭到頭到尾 就是那區讓地圖再加快視 都很有趣 我希望接下來這些挑戰 不會太難做到完全弄不成 而且這遊戲也可以內地行 大家都是控制VictorRang 但其實VictorRang隨著他玩下去和DLC都有一些不同的衣著 可以分別一下不同的玩家 不然每個都會一模一樣的 第二隻遊戲是在近來另一個Bundle買回來 因為那個Bundle有幾隻遊戲 我有點興趣便宜便宜 其中一隻是有興趣的遊戲 就叫做Bug Butcher 我經常都以為這遊戲是Bug Catcher 即是捕捕蟲者 誰不知原來是殘忍很多的 蟲蟲捕殺者 或者是劏蟲佬 總之是殺很多蟲 簡單的一隻遊戲 其實你控制一個太空戰士 去到一個太空基地 就說這裡被蟲蟲入侵 你有沒有能力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拍心口答應 進去後 的確會面對不同的蟲蟲 蟲看起來都... 太空蟲蟲 一個圓圓圓圓的 特別在 其實你每一關都在一個小小的房間 左右移動 你的基本的攻擊 都會永遠向上射 而蟲蟲在天上飛來飛去 大部分蟲蟲都會用一個 拋物線 踩在地上彈起來 所以你就要捕捉他們 在你頭頂的時機開槍打牠 當牠踩下來的時候 就寂寞走開避了牠 大部分蟲都打了之後 就會分裂 一分為二分 越細 所以當一隻很大隻的蟲 可能牠踩到你頭頂 你一段時間殺牠不死 要避開 但當你把大的蟲越打越細 就會搞到天上 都會有很多小小的蟲 彈來彈去 所以應該盡量快手地清掉 不要令蟲蟲的數量太多 失控 令你沒有位置 我暫時不是玩了很多 一個區域就有六關 又是那些 要過關就不算難 但要拿齊三顆星最高分數 過關就有點難度 因為三顆星的要求 基本上你是沒有犯錯的空間 要完全不要被人踩中 因為踩中 其一你會受傷 我不知道那裡算法 其二就是你會斷了combo combo也是拿高分的關鍵 即是你要連續殺敵 你不可以說有一段太長的時間 沒有射一些蟲子 只是顧著閃避 你的combo也會斷了 以我小小的經驗來說 你想拿齊三顆星 基本上都是要完全不受傷 而且combo起碼要有七成以上的時間 才有機會拿到三顆星 而隨著遊戲一路玩下去 會有些power up 你殺到那麼多的敵人 你自己有個能量計 滿了也可以用一個短時間的增強效果 其餘在每一關中的科學家 找你進去幫忙的人 也會耐不可以丟一些power up 令你的槍變成很強勁的武器 當然看準時機使用這些特殊武器 也是關鍵 除此之外 隨著你一路殺蟲也會收到錢 這些錢可以回到主玩面 買一些永久的加強 令你走得快 支槍開得快 攻擊力高 之類 相信隨著遊戲一路下去 你也是一定要買這些upgrade 因為憑著你最初的狀態 其實面對著越來越厲害的敵人 你就沒有機會 不要說拿三顆星 之後玩下去可能過關都有困難 相信這遊戲的變化應該不算太多 因為基本的操作 基本的戰鬥系統就是這樣 就是向天發射打蟲蟲 之後會有幾多不同類型的敵人 很難說 我現在玩了就是一區六關左右 大概見到四種敵人 不算很多 也不肯定會不會很容易悶 但喜歡挑戰高分的玩家 就應該會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這遊戲也有Local Co-op 好像叫Panic的模式 類似Survival 在一個房間裡不斷地看 你捱到多久的那類型 我都沒試過 但說的是Local Co-op 沒有Online的 好 今個禮拜再來一隻要講的遊戲 Rusty Lake Hotel 一個生壽湖酒店 你就負責在這個酒店裡 招呼五個被貓頭鷹先生 請來的客人 每晚都要煮一道菜 招呼他們 但這道菜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每晚你去其中一個客人的房間 用那間房間的一些設備 裝置 想過辦法去殺了這個客人 殺了他 然後 煮給其他人吃 說你的客人 其實是野豬 兔子 綠 是動物 但每個人都會說話 穿上衣服 所以想起上來 這個黑店的遊戲 題材都有點得人害怕 不要問為什麼最近又玩 The Dead 又是殺人 又是湯野 的遊戲 純粹巧合 這遊戲我未必想說太多 因為我可能考慮會拍這個 隨便玩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隻 Point and Click Adventure 一隻冒險遊戲 這個遊戲 過程不是很長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玩了兩個多小時 但說的是 我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看攻略 整個遊戲玩完 我會有兩個地方去看貼士的東西 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其實就不是很複雜 在Point and Click Adventure 我覺得它的謎題 有些機關 算是比較合情合理 因為很多時候 冒險遊戲 拿兩件完全不適合的物品 用到一個你完全想不到 需要用到它的地方 那些這樣的謎題 有時候就真的可以是 就是說它說這樣就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沒有得爭辯的 但是在這遊戲來說 我覺得這些機關 都很合理的 而且都 不是太複雜的 不然我都不會這麼快 或者完全不用看 那麼少攻略的情況下 就完成到了 而那兩個 就是看了攻略的地方 都是因為初期 我不是太理解 就是這遊戲 我預期有什麼可以用 或者會不會這樣做到 另一個就是因為不夠耐性 沒有試暈的東西 而去卡住了 這樣 還有每一晚 你成功劏出一隻動物去煮食的時候 其實除了肉是一個主材料之外 你還有兩件可以用的配料 而這兩個配料 其實就會藏在那間房間 或者你進入那間房間之前 有些東西做 就會拿到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也都拿不齊這些東西 如果你拿齊去煮那道菜 那些其他住客吃了 就會給你三顆星 但是所以呢 我沒有一次成功用三種材料去煮 我都沒試過任何一道菜 拿到三顆星 如果真的拍片的話 我會嘗試做完 就是拿齊去的東西給大家看 所以說除了基本解謎那道 完成之外 其實還有騙我一些 稍微要再留神一點的東西 才拿到的那些 那些 配搭的材料 optional的材料 就有這樣的設計在這裡 正如球賽所說 如果真的考慮拍片的話 不在這裡跟大家說太多了 到真的隨便玩的時候 才跟大家詳細解釋 好了 今個禮拜分享的遊戲 到此為止 而週中 我也再一次 跟小明和可可 直播了一段時間 玩了一款 叫Trying 2 完全適合三個人一起 合作解謎的遊戲 又是等下他們 看看什麼時候會放到這段影片 都應該有時間 等他們直播了這麼多 之前 Brow Force 或者Dungeon Defenders 都沒有時間出 這段影片也有錄起了 但是三個小時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時間去剪出來 或者會不會 剪出來 又或者整段直播紀錄 放上去好不好 等我再看看 有什麼時間去做 這些其他的影片 好啦,我是Panabon的熊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